在這一節的課程中我們要由啟動AMP的工具 然後呢叫出我們的網站 接下來我們要在我們的網站裡頭再安裝一個模組 這個模組在後面的課程中會使用到 我們的主要目的是介紹你如何進行一個模組的安裝 首先我們先把檔案總管叫出來 再來來到我們的C槽 再來來到你Twimp所安裝的地方 在我的系統中我有安裝兩套Twimp 一套是Twimp2.2 另外一套是TwimpD703 也就是TwimpD7.03版 請你來到你所安裝的Twimp正式的目錄底下 接下來我們來執行Twimp的執行程式 如果你想要看到中文的話呢 那麼你可以使用執行檔名有ZHTW這個執行檔案 按右鍵以後利用以系統管理員的身份來執行 附帶一提如果你是使用AquiaTemp的話呢 不需要利用系統管理員的身份來執行 只要直接按執行就可以了 執行的時候確認一下在你的Windows狀態列上面呢 你確定可以看到這個文狀的圖示 這個是Twimp的AMP工具 它目前是綠燈表示它已經在執行中 接下來來開啟我們的瀏覽器 再來輸入我們網站的網址 還記得嗎 Localhost 我們把網站名稱叫做 MyDrupal7 OK 現在來到了我們MyDrupal7的網站 簡單介紹一下在Drupal7的首頁這裡的長相 首先在最上面這一條呢 是它的工具列 工具列上面有很多主要的命令 那麼在它的右邊有你的登錄的帳號 再來旁邊有一個登出的功能 接下來下面這一條呢是它的捷徑列 目前呢捷徑列上面呢有兩個命令 一個是新增內容 另外一個呢是尋找內容 你也可以把這個捷徑列呢 再重新做編輯增加更多的捷徑的命令進來 這個我們後面會說明如何來操作 首先呢我們先來到模組這個地方 Drupal7跟Drupal6 在操作功能上有一個很大的不同的是 在Drupal7裡頭呢 有一個很大的操作功能上的差異就是 如果你在Drupal6裡頭按下了模組 那麼會來到了模組本身的管理的頁面 而在Drupal7裡頭 它會開出一個Overlay的視窗 你可以發現這個視窗是明亮的顯示 在這一個視窗的後面 是你剛剛所在的網頁 也就是說它會開出一個管理視窗 就覆蓋在你原來的網頁上面 這一個功能叫做Overlay 我們在後面也會做一個介紹 好現在我們來到了模組的管理界面這邊來 進來之後通常你會看到一個訊息 目前這裡的訊息是沒有可用的更新資料 請你執行排程或者手動檢查 看是否有新的更新資料可以安裝 Drupal6或是Drupal7預設有一個能力 它會去檢查你所安裝的Drupal系統 或是你所安裝的Drupal模組 是否有更新版的提供出來了 如果有的話它會在這個地方通知你 目前有新的模組程式可以使用 你可以檢視這個通知裡頭的相關資訊 在這個通知資訊裡頭 有些模組它的更新是為了資安問題而更新 這種情況下請你務必要進行更新 把它安裝起來 接下來這裡有一個下載額外的模組來擴充Drupal的功能 這個連結會連結到Drupal.org 也就是Drupal的大本營 我們利用開新分頁的方式 點到模組這個地方 開出一個新的分頁 在這一節課程中我要介紹安裝的是一個叫做CAPTCHA的模組 它的拼法是CAPTCHA 好我們按搜尋 找到了CAPTCHA 我們再點按進來 現在來到了CAPTCHA 先介紹一下CAPTCHA它的功能 它就是讓使用者在輸入一份資訊的時候 必須先經過一個所謂的CAPTCHA認證 CAPTCHA認證會提供出一些文字或符號等等的 然後請User來辨識 這個做法可以避免有一些機器人程式 在你的網站上面任意發布文章或資訊 這是一個很好用的功能 我們在後面的課程中會把它設定起來 首先在這一節課呢 我們把它拿來當作是一個安裝模組的示範 再往下拉 來到它推薦的版本這個地方 目前推薦的版本是Drupal 6裡頭的CAPTCHA 2.4版 那麼再往下拉還有一個是Drupal 7的CAPTCHA 1.0版 目前是在α3的階段 在Drupal 7裡頭安裝模組的方式呢 比Drupal 6的方式更簡單 在這邊我就不再介紹Drupal 6是怎麼安裝的 我們來使用一下Drupal 7的安裝方法 在Drupal 7裡頭有兩種安裝方法 我們先來介紹第一種方法 在它所推薦的這個下載版本裡頭 這裡有兩種檔案可以下載 一個是利用TAGG的方式所包裹起來的檔案 另外一個是採用ZIP所包裹的檔案 這兩個檔案都可以使用 我們來使用ZIP這個檔案 不過不用點擊它把它下載下來 只要把它的網址利用右鍵功能表 選擇複製它的鏈接網址 接下來我們再回到我們的Drupal 7的網站裡頭來 然後我們點選安裝新模組 在安裝新模組這裡呢 有兩個方法可以來安裝模組 第一個方法是請你提供 要安裝模組的檔案的網址路徑 我們剛剛已經把它拷貝下來 所以這邊直接按貼上 另外一個方法是 可能你已經把這個模組檔案下載下來 就放在你的PC裡頭 那麼你可以利用上傳的方式 就是瀏覽在你PC中的目錄 把你PC中下載以後所放置的目錄路徑 瀏覽出來 然後填到這個地方來 接下來按安裝就可以了 好我們已經提供了實際模組檔案的網址 所以我們直接按安裝 這個網址的設計路徑可能有點問題 現在發現它不是一個合法的檔案路徑 我們再來試一個 我們回到Drupal.org裡頭 Capture這個模組的專案文件裡頭 然後我們再次選擇踏機器來看一下 看是不是可以成功 把原來的網址刪除掉 然後貼上目前踏機器的網址 接下來按安裝 目前正在安裝Capture 而且安裝已經完成 安裝完成以後 通常接下來有幾個步驟 第一個是把它Enable起來 就是把它啟動起來 第二個是來到管理介面中 把它的下關設定設定起來 我們可以先回到Enable這個地方來 然後在模組的清單裡頭 現在回到模組的管理介面中 我們往下拉 在最下面這裡 有一個Spam Control Capture模組有兩個功能 一個叫做Capture 一個叫做Image Capture 請你把它啟用起來 然後儲存設定 啟動完成 接下來你可以針對Capture模組 來做一些設定 關於Capture的設定 我們在後面的課程中再做介紹 以上是模組安裝的方法 模組安裝進來以後 基本上後續還要再做設定 其次模組在後續的管理上 可能會有更新的情況要發生 這兩個問題 我們在後面的課程中再做介紹 了一下 然後再做一個問題